数位生活其实跟我们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包含着你在使用像这样的协作平台的时候 通常协作平台它不会很单纯的只有图文的呈现 它一定会跟其他的服务绑在一起 好怎么说 我说明一下下 例如说好 这是我们的Google 好我们Google的协作平台 那协作平台其实它就是一个展现的一个viewer 它是一个view嘛一个空间 让我们把我们的一些服务放在一起 那里面本身自己会有图 会有文的安排就我们刚教的好 如果你想要有些功能放在这个地方平台中分享给大家的时候 Google协作平台本身是没办法做到这些事的 它必须要跟其他外围 它外围的其他的服务们 所以Google的课程里面发生一个应用服务的概念 现在都是走应用服务的概念 它是一个应用服务的机制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包 例如说刚才所讲的 如果我要给予档案分享档案 对不对 缴交作业 对这个区块的话我们就要用成云端硬碟 所以Google它有云端硬碟 可以让我们把资料做仓储的部分来做分享 这是云端硬碟的部分 不好意思这个有点急 我要搬它一下 搬加一下吧塞不下 好再来 这是属于缴交跟合作的部分 就是仓储 云端硬碟是仓储 好再来第2个 档案 类似是档案的呈现 这个档案呈现的意思是指说 我们做的一些简报 我做了一些文件 我希望这个文件简报直接就在我的写作平台上让学生看得到 像我们常在网路上看到一些简报 它是在网页里面 一个框框你点上页下页还可以切换 这个 那是属于档案呈现类的 它一样的也是在云端硬碟中 所以云端硬碟有两大工具 一个是仓储 一个是线上编辑 那线上编辑就是档案的部分 所以这两个服务都是跟云端硬碟有关的 好再来那再来呢其他跟Google还是有相关 例如说我希望在因为它是协作平台 我需要媒体呈现 多媒体的呈现 例如说我想要影片 那影片的话各位都想到哪一家 对YouTube就是也是他们家的嘛 所以呢你的影片的部分 请你不要直接插入到这个位置来 通常都不希望 连现在我们在外面 帮客户做网站 我们都直接跟客户说你的影片不要放在你们家自己的主机 你的主机快 我给你打包票你绝对引不过YouTube 人家就是大的公司在玩这件事 所以你们应该用自己的公司的账号 去申请一个 然后上传上去 也让你多了一个分享的管道 就不一定是你们家的网站 而已 YouTube也是一个频道嘛 所以呢 影片请你放在YouTube 做连结的方式放进来 OK 所以等下我会讲这一块喔 好 那除了影片之外 Line map Google map 刚刚同学有问我 老师我可不可以放地图 可以 以前早期地图都要请美工化 很可怜每天都要画地图 画线 对画线条 画街道图 现在都不用了 那 Google map他刚出来的时候啊 在我们的网页设计的领域里面 我都要去用他的程式码 Copy他的 看他是用iFriend的 早期一开始是iObject 然后后来改成iFriend的方式 让你直接放在网页里面 那现在很方便 直接在协作平台就可以呼叫Google map放进来了 所以这些都很简单 好那还有一个是刑事例 刑事例做什么用 刑事例这用法很多 像有些那种 我知道像有些学生那种追星 追星足够知道吧 他怎么知道今天明星哪里出没 对不对 他们可能就是一个社群 然后就有人专门在刑事例上booking时间 今天某某某会到哪边出现 然后我们到那边堵他之类的 然后如果以小组来讲 我们这个lab什么时候meeting 那我们都可以把刑事例的部分加上去 所以这边就会跟Google的Gmail里面的刑事例绑在一起 所以你也可以加刑事例成为我们这边的活动 包含是商业行为也是 我如果在最近有什么促销活动 那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促销几折 我也可以把它加在刑事例上 上来看我的 平台的人他也可以马上知道 你有哪些活动 在这个刑事例上可以一目了然 所以这个也是他内建的东西 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一块通通都在 协作平台中的 右侧 这一区 YouTube 行事例 Google map 跟所有的 文件 OK 就是这个 所有的东西 通通都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块 好来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如果我在我的网站里头 我想要放入Google map 地图 那你要放哪页都无所谓 我往下放 往下放 我们就点选Google map 就好点他 然后再来呢 好他要存取我的位置 他要知道我现在人在哪 所以你就引许他 他会跟你讲你现在在台南 OK吗 等于是找地图 好 那进来后你可以打字 例如说我们找台南大学 好 他会快速的带到学校这 OK 选取 这样就好了 当你预览的时候 好 这边地图就会出现了 你看 现在谁在画街道图啊 对 画了要死要活 现在全部都把你用Google map 比较快 你还可以自己点进去做那个 路径分析多好多方便 所以这样就可以直接马上带进来了 Google map 给他位置就好 给他位置就好 好再来 那如果我还想要放入YouTube 影片的 不会像刚老师说那个影片 就不要直接 插入 你就直接放YouTube 再摆进来就好 来所以我们点YouTube进来之后 这边要搜寻 例如说 我啦我啦我啦 好我搜寻我自己的影片 好所以我这边有一些影片 然后随便点一个 例如说长文件编辑这个 点进去 先取 影片就进来了 多方便 对然后大小你还可以自己抓呢 看你要大还是小 或是你要一次摆两个三个都好 好当你预览的时候 然后 好往下看 学生如果要看这个影片点 这边可以直接看 然后如果你想要放大 你就点放大 全荧幕 手机也会全荧幕 平板也会全荧幕 好那如果你想要回到YouTube里面的话 一样点 他就会回到YouTube 所以这样的方式 还有一个好处是 老师如果你放进来的影片 并不是你自己做的 不会侵权 不会侵权 以往很多老师都问我说 如果他的网站要放别人的影片 可不可以 如果你是用YouTube的脸 没事 但如果你是下载插入 你会被被告 知道吧 因为那个就算是 网页设计只要内签 内签的意思是什么 例如说我这一页 我中间放了某一家公司的网站 或放了某个人的网站 在网页的含义代表着 那个网站是我做的 那就是侵权 所以不可以把网页内签进来 你只能用连结的让他 跑出另外一页OK 可是不能内签 知道吧 所以这个动作是不行的 所以这样的方式是保护你 是对的 他的著作决法是没有问题的 我只要点进去后 我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影片内容 所以这两个 直接利用 刚才的右侧的插入的部分进来就好 OK好 那下面这一大堆 其实这五个是差不多的东西 就是 文件 简报 试算表 表单跟图表 这些都是Google文件 也就是我们的云端硬碟中的档案 对你可以做习做都可以 就是档案 那一样如果我现在想要让学生看到我的简报 可是我不是让他下载 我直接在画面中就可以看到那一份简报 那你就可以点简报 它会带出你的云端硬碟中有哪些简报档 这些都是 有哪些简报档 假设我要这一份 这一份简报档 我就点它后 然后插入 它会在这儿不是档案下载 然后放大 它会是一个内签的投影片的画面 对 等一下要跑下来 好比较慢一点点等它一下下 你看这是一个简报档 我就可以上一页下一页看 知道这意思吗 这是简报 那后面其他的文件的逻辑通通都一样 通通都一样 就是插入进来之后的 可以在画面中直接呈现的一个简报档 所以这样你的教学平台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丰富 这样同学OK吗 所以这三个 YouTube 日历 还有下方的文件 那下方这些文件要用 必须是 您的写 您的云端硬碟中本来就有这些档 你没有这些档你怎么放进来啊 这样知道吗 所以必须要有才可以放进去 然后最后等一下我们再讲日历的部分 因为这日历要去见一下日历 才有办法做 比较复杂一点点 这几个比较简单一起讲 OK所以 它跟相关性的 分类就这几个 那这个是新的啦 我这几天才看到 就插入一条分隔线 就这样 OK就一条线插在那里 然后在下面继续放东西 所以 就分隔线嘛 这样OK吗 对就是一条线 好那就没什么了 就是带一下下就好 好所以我今天的课程 可以把它全部讲完喔 等一下我们把它发布啰 好来 这边试试试看这三个 旁边的YouTube 然后地图 还有Google文件